今天我们继续做加拿大退休专题之三 RSP是税务炸弹吗 分红保险怎么样取出才省税 按月取钱的投资 别忽略这个关键点 加拿大退休专题我们已经做了三期 请订阅回看实用内容 还有很多人他是买了那个RSP来准备退休 对RSP的话这个取出有什么技巧呢 RSP呢在我们做规划的眼里是一个税务炸弹 因为为啥呢 它呢在长期的积累过程中 因为它购买的时候不是可以抵税吗 这是一个抵税的好工具 但是呢经过长期的从25岁开始 如果你的收入就不错的话 你一直积累积累可能到65岁的时候 你真的可能会我见过有上百万的RSP 如果上百万的RSP 你一次性把它全部取出来的话 你可能其中50%以上的收入就不见了 就变成50万了 所以我们是建议你一点一点把它取出来 这样的话就平摊在你 因为退休了以后你可能其他收入本身就少了 然后你就平摊在你的这个退休的收入中 当然这个连本代理都要算你的收入 我相信可能会影响你的退休金 所以我们是希望比如说可能从60岁开始 因为你收入只要在哪一年收入减少的时候 例如生病了 或者疫情刚好这几年没收入了 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退休金拿出来用 对可以提早拿出来 可以提早拿出来 其实60岁之前也照样可以拿出来的 可以 对只要有一点点误解 对 没有退休可以用不是的 对 其实就是你哪一年收入低就拿出来 对 它完全是起调节税率的作用 对就比如说还有一些那个一些人 还有公司他会买了一些退休保险 比如在Manualife买一些投资什么的 如果这个的话 他取出来的话也需要到这个机构去取 对 我相信你可能说的叫 比如说一些叫group的RSP 对对 group RSP是一些就比较好的单位 经常给员工买一些团体的RSP 对 那么你就如果你要取出来 你看你这个group的这个RSP 有没有叫就是VEST 就是有没有转到你个人名下 如果已经转你个人名下了 那你就跟那个保险公司 你就跟保险公司直接联系 直接联系 如果还没有转到你个人名下 因为可能还在团体里面 你可能要联系你的团体RSP的这个 给你提供的这个人去找企业帮你弄 对 就这样 对 这个取出来的这种退休投资的话 也应该是要分段取出来比较好 就是不要一次取出来太多就影响了 其实有时候不止影响退休金的问题 因为当年收入就会太高了 如果你要是取出来太多 交的税就高了 当然这些是你可控的 你说我也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取 什么时候不取 问题是有时候人生你知道 意外跟明天你不知道哪一个先来吗 我看过一个报道 就是一个当时一个老外郎 他存了60多万的RSP 刚退休 他人生发生意外了 在那一年 他就没有条件说 我还规划一下 我今年取5万 明年取5万 他就那一年叫视同售出 全部算成当年收入 这就60万 其中可能30万就要交税了 那怎么规避呢 所以我们有时候希望 你也不要买太多的RSP 你不要买太多的RSP 要均衡在我们刚才提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 有TFIC 自住房 分红保险 这些都是一些免税的项目 你就早一点把这些都建立起来 尤其提到 您刚才提到这个投资房 那投资房就像说的 你还要管理 对吧 你也是麻烦 那如果你可以把这个房产 变成你的自住房 就是你就拥有一套自住房 这是一个很好的自住房 你增值是免税嘛 或者把这些投资房的钱 变成分红保险 它也是免税 你也不用打理 它是一直跟着你到老 它自动帮你增值的 所以这是一个好性 但是分红保险 其实也是要交税的 分红保险在拥有的过程中 是不交税 它一直在免税增值 对 取出来的 取出来看你怎么取 你可以自己安排取多少 对 你也可以安排取的方式 要么贷款或者直接取 你也可以安排 你取的金额多少 时间什么时候取 这全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对 对吧 就像有些东西 我们控制不了 对 你就没有办法 对 但是贷款取 它也有一个问题 贷款取的话 你还要交利息 是的 对 那我们 所以我们都是有建议 就是说 当利息高的时候呢 因为分红率也高 你就存吧 万一有一段时间 这些利息低 咱们就把它拿出来用 就是利息调节嘛 是 就在利息低的情况下 拿出来 最滑的来 一些人在说 他比如说 投十万块钱 在免税账号上 然后一个月 能拿到一千块的这种 这种投资 这种投资 说特别适合退休的人 因为又合理避税了 然后呢 又有收入 比存款又好 但是我感觉 这种东西吧 也有一个风险 你假如说 他这个本金出问题 怎么办呢 或者是 他这种拿法 到底能拿多少年 怎么样规避 这个风险呢 这种 你说的这种情况呢 我能想到 有两种场景 一种场景就是 可能有一些 在市面上 有一些私募的投资 他们说 给七到八 有的还比超过十的 对 有十的 对 那么这种情况呢 说实话就是 你要考虑好 这个本金的安全性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 你也没有办法控制 他只是给你 每年给你付百分之几的利息 确实的 这个就是 我们是建议 好是好 但是少一点点进去 把你的整个资产 比如说 不超过百分之十的钱 你可以放进去 没问题 我们也是 我们做财数更化 是个均衡的 但是呢 大部分钱呢 我们认为 还是应该放在 安全的地方去 对吧 那么你刚才提到 百分之七到八 这种回报 那也有些 他刚才的那个说法 简直都超过十了 一个月 存十万 一个月能拿一千 对 有那种 但是我觉得 风险 风险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因为我们确实 不能就是 只是说他有风险 因为我们还是要 深入到一个项目 对 具体分析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咱们不能绝对 就是有一些可能 真的你在市面上 有些好项目 有好项目 回报也高 也安全 这恭喜你 没问题 对 要所以要判断 这个风险到底有多大 对 怎么样规避这种风险呢 假如说 会不会有些 比如说 大机构 或者是比较 可以信任的机构 他给的一个项目 是保本呢 高分红 又保本了 我跟你讲 在加拿大 保本的 只有定存 没有其他 能给你保本的 都是有一些附带的 但是我听说 有一个 就是RSP的项目 他是保本的 有可能这个企业 给你保本 对吧 有可能这个企业 给你保本 但是这个企业 安全不安全 他如果没有了的话 他怎么给你保本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 他说保本 他不一定有这个能力保 他有这个意愿 对 他想保 他是好 用心是好的 那万一他 自己这个公司 比如说投错了 或者他没有办法 他都公司都不存在 他怎么给你保本 对 对 那真正能实现的保本 其实就是 银行给的保本 银行 大公司的 就是大银行的 这些还是说保本的 那你要是比如说 RBC跟你说 我能给你保本 那你都不相信 RBC能给你保本 我也没有办法 那个人我来讲 我还是相信的 对 大公司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还有 刚才你提到 有一些人呢 我也有个案例 有个客人在2008年 那次金融风暴的时候 我有个客户 他跟我说 我有20万在哪个银行 我记不清了 也是六大银行 中间一个 他说他每个月 还给我固定的 7%的回报 因为我说 那你这个很好 全球金融都在跌嘛 全球的股市都在跌 但是他还能给他 7%的回报 他很自豪 结果呢 我当然我知道 肯定中间有理解 偏差 结果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那你要去看一下 你的本金还在不在 结果呢 他去一看 人家是拿他的本金 在每个月 给他7%的 打到他账上 因为他设定的是 每个月给我打 7%的回报 他要做收入嘛 所以呢 这个不能说 人家欺骗他 只是他理解有偏差 那有一些呢 说我给你每个月 固定给你打7% 那如果我今年的回报 超过7% 那么你的本金 肯定是在的 还多吗 还增多了 还增多 但有可能他只回报 他可能付的3% 他还给你7% 那么你的本金 就会再减少 他拿你本金 给你7%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就这种也是 有一些人的误区 感谢收看 温哥华青霞访谈 加拿大退休专题 我们已经做了三期 请订阅 回看实用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 点赞 分享 有什么问题 请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订阅